成功,而不是等到成功了,你才来准备这一切 我觉得它这个直播不单单只是一个比赛啦 对我来讲是一个课程来的 更多会像是一个课程,怎样培训自己 只要让自己有计划,系列性的来做直播 所以在它的这个比赛里面 其实是有给我们这些tips啦 就是说接下来直播你可以朝这方面去播 但是这需要时间跟什么啦 我们就一步一脚进去做这个咯 你去拿那个女生厨房去做注册商标的吗 已经注册了啦 已经交上去了,需要等大概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咯 去落实咯,所以我们会慢慢去做啦 所以可能产品慢慢我也需要透过去化验啊,检验啊 拿到一些证书啊,然后对顾客也好啦 所以他们买的话安心,然后我们的牌子可以慢慢 不要把它 是一个长久的,如果我的话 收费也都是一个费用来的 它都可以一个赚取一个利用来的,这样啦 所以我也想透过这一块教育我们的孩子啦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直播只是一个卖东西,一个销售员 但是你把它的价值提高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企业去做